歡迎貪雅 蔡劍堯 嗨 貪雅妳好 真的是最重這樣子的業手了 哇 漂亮死了啦 謝謝 來 先抱一下 很棒 哈囉 大家好 貪雅 今天真的很 謝謝妳來幫這個桃子姐 不會 不會 真的 沒有親過我就會生氣 那方大通跟周杰倫都在生氣了 真的 都吃醋了是不是 都吃醋了 怎麼沒有發我 那我們讓這兩位 漂亮的歌後歌手 先來合個照好不好 我先幫兩位保管一下麥克風 謝謝 這兩個人很有默契 我都是選這種黑色的 酷酷的 有質感的打扮 謝謝 所以說著說著 陶子姐聽說妳跟貪雅 認識得很早啊 好早 她第一張來台灣的專輯 唱片公司就拿給我說可不可以推薦 然後我聽了以後就搶著說 不是推薦 我已經變搭歌曲了 變粉絲了 她那個呼吸 一出來我就 蛤 蛤 的故事 蛤 這太美了 剛好我們倆有很多奇妙的緣分 有一次是我去巴黎島度假 那個太經典了 太經典了 分享一下啊 那是因為妳 那時候是我要發那個 陌生人那張專輯 然後剛好那段時間 就是因為我住在新加坡 要去台灣 就去發片 但剛好那段時間就發生了SARS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是新加坡人是不能過去 不能直接 對 所以後來就唱片公司想了一個絕招 轉飛第三地 就先去一個飛 那個叫什麼 飛 飛役區 飛役區 就把我 飛過去 放到那個巴黎島 那個時候是唯一一個在巴黎島 沒有笑容 然後非常不足的人就是他 妳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發片延後對不對 發片延後 而且我到了那一 到了巴黎 然後我一直 浪塞 我真的要 臉臭臭的 然後我 Come on 妳在巴黎島 身體又不舒服 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明明就見得很健康 然後 然後一到巴黎島 然後就一直拉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還發高燒 所以我在想 這樣子我應該是不能去台灣的 因為就是有一種 因為妳發高燒也會被隔離 對 所以我就很很 很不足 心情的鬱鬧 但是剛好那段時間就碰到 Angel來了 陶子姐跟欣梅姐 他們去了 他們剛好就是在巴黎島 然後我們就串門子 對嗎 就去妳的那個Villa 然後他那個時候 身上有一把吉他都沒有放下來過 吃飯也在唱歌 然後我們休息的時候 在游泳池方面也在唱歌 我覺得那是 很奇妙的一個緣分 怎麼會就在巴黎島我們相遇 然後我覺得我安慰了他 他也安慰了我 因為他的歌這麼好聽 然後這麼棒的聲音 然後我還記得另外一件事情 喔喔 超誇張的 妳講到料了嗎 那時候在新公園 他的新歌發表會 然後呢我已經到 他把他現場佈置在他的房間 那我的部分是穿睡衣跟弄毯子這樣 結果呢 他就我才剛到我在廁所 對他在廁所 然後我是要半個小時後才上台 我在廁所褲子剛脫就聽到說 歡迎陶晴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會 工作人員不是說半個小時嗎 誰去的 先解釋 因為那天其實我又生病了 我那天身體狀況很糟 然後我整個是在恍生 然後就是那種 而且我應該就是 我應該是唱了什麼十五首歌以後 然後才邀請陶子 我大概唱了五首歌 然後就只有我了 然後我就立刻把褲子還唱 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趕快跑到台上 他還說他怎麼還不出來 我說對不起 然後我就衝到台上去 然後那時候我也沒看過一個人 感冒成這樣 他已經流鼻涕流 他不知道 他的鼻涕地要他裙子上都已經失 我想說你還好嗎 然後我想說 趕快就是幫他轉移 所以就是 我覺得跟張亞 好糗怎麼都會是那麼糗的事情 對 剛好都碰到我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個女生太奇妙 後來還有很多的故事